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友谊说二 小二的粉丝们我又来了 订阅小二,娱乐咨询一网打尽 本期我们还是来聊聊小八卦吧 咦,宋倩有男朋友吗? 小二悄悄告诉大家 有的,是一个二线男演员两个字 俩人合作过几次 接下来还会合作 他俩现在已经确定关系了 大家挠不到谁呢? 看看接下来有什么剧播出吧 大家到时候再来聊一聊啊 二,在寻回检查组里 演沈广顺的演员 王晓结婚了吗? 王晓早结婚了,她孩子都好大了 老婆也是圈里人 她父母也都是老牌演员 爸爸是李连杰,大师兄王群 演过《太极宗师》里 五金的二师傅 三,刘雨昕在节目里和各位合伙人 是不是关系都挺好的呀 特别是娜娜和陈正 看他们一起分享音乐好快乐 看着性格都很好 当然了,刘雨昕私下里性格其实挺温柔的 我还是很喜欢刘雨昕和于书欣CP感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李佳琪直播 有一次就是刘雨昕与于书欣自爱的 而且刘雨昕也比较好说话 跟谁都不计较大大咧咧 四,陈思旭和时代俊风的经济约 现在什么情况 她现在是练习生还是素人 仍旧在约期间 她不是素人 也没有退出公司 时代俊风还是有继续在培养她的 而且从去年开始 她的商演报价单就恢复正常了 只是一直接不到活而已 接不到活也没办法 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五,说一说电视剧《大泼猴》吧 都四年还没播出啦 这部剧的出品公司现在已经不拍戏了 之前筹备过七八部戏 就这部《大泼猴》投资最大 结果也是唯一部没法播的戏 资金缺客有点大 然后一下子没熬得过 2020年 也就是说这部戏暂时没有公司管了 可惜了 听这个名载是很期待的 六,杜淳老婆是谁 据说是一个圈外白富美 和杜淳在一起好几年了 长得很漂亮 瓜子脸 身高168左右 脑补上画面没 杜淳没公开 大家就尊重演员吧 七,彭冠英、蔡文静 没护官 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不会真的只是因为 给女主演出心里阴影了吧 那倒没有 她俩拍戏的时候互动就一般 除了对戏 私下里基本没交集 拍完戏就没联系了 后来宣传方一看 她俩微博没护官 干脆就搞了个女主演出 心里阴影的热搜 用于另类宣传 其实跟剧情没啥关系 一切都是炒作 话题 真真假假 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还是假的 小二也不一定就说的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艺人情况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积极发言 如果你也喜欢小二的视频 就点赞订阅关注小二吧 你们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啦 感谢观看